高三公尺 宽五公尺大的 水帘龙竹铸边装置艺术 坐落在湖光山色的高雄美农湖畔 沿着湖畔走还有美农取经等 与中华文化相关的装置艺术 以及四大花区周边活动 现已民众到美农热情参与及打卡拍照 这个感觉怎么样 初次体验非常的特别 因为我们美农竹鸭脸有没有 发炎梯嘛 铲子都用衣 然后就想到用来的雅连周围的发展 然后雅连流 水帘龙嘛 用的一般人片的组织 昨晚我用组织呢 就想到美农以前的稻草都织织 用来的一个原始的素材 镜头来到六合夜市 超过一甲子历史的六合夜市搭配龙年 特别设计了旺旺龙花灯 让大家龙年好运龙来 这个龙最困难的就是它那个动态的问题 动态最难做 然后它还要它整个龙的那个神音要做出来 对 它的龙珠也会旋转 刚好龙年嘛 大家一定要带一个喜气 对不对 刚好龙年的话 让大家花大财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大家来赏灯的时候 对不对 大家可以增加一个 那个热气的地方 我觉得有这种活动的话还蛮不错 必须会有观光客跟一些其他的收入 对对于发展应该是还不错的 龙年的装置艺术 屏东的胜利新村也有龙来迎春稻草边装置龙 除此高雄市政府为了迎接黄色小鸭回娘家 结合餐饮 旅宿 饭店 动物园等知名景点 有黄色小鸭装饰 吸引不少民众到高雄打卡 画黄色小鸭跟那边的建筑物 没有 就去其他地方画 还没有画过这里 这次两只很特别 小鸭子很喜欢看 我就带她来看啊 高屏各地装置艺术庆过年 民众除了在龙年迎接好彩头 也留下难忘回忆 新唐人野太电视 李娟荣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